- 焦点视频- 陈俊申风水命理事件- 迎光获见到陈俊申师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俊申师傅 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做齊CR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同时在社交媒体搜寻陈俊申三个字 就找到师傅的资料和影片了 今集我们要讲讲承接上集的话题 开始之前都建议我们的观众未订阅我们焦点视频 麻烦现在按一下小铃铛订阅一下 另外可以去我的专业 陈俊申风水命理这个专业做一做个赞好 因为我会定期性发放一些有用的资讯 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在日常生活可以作为一个应用 希望帮到各位 今集我们讲的内容会跟我们上一集讲的东西有关的 上次我们讲到一个命理 命理或者你的生命占了你多少 即是先天占了你四分 后天占了你六分 我们今集就讲讲一些例子 可以怎样去形容你的六分 发费得好一点点 令你的生命活得精彩一点 或者活得丰足一点 我们在算命的过程 经常性颇多人会问这件事 就是财这件事 钱这件事 或者是事业这件事 会问得比较多的 今次我就会用这个话题 作为一个很粗略的总结 因为为什么要粗略呢 如果你用了太多一些专业的术语 给我们的观众听 怕他们会觉得有点点瞧口 有点点听得不顺义 所以我尽量用一些很浅白 或者很接近 大家听得懂的术语去讲 就是在后天 这六成里如何改善大家的财云 或者是吹黄自己的财云 因为不是个个都有机会接触到风水 或者并不是个个都会找风水师傅去帮他布局 风水是一个工具 命理是一个工具 你自己自身的操作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今次就讲这件事了 讲大家怎样去操作 好 我们讲的财云 离不开四个字 开源折留这四个字 有时我们会听到老人家会讲一句 小富游劍 大富游天 小富游劍 坑坑坑坑坑坑到草岛的 大富可不可以做到巨富 这个看看你有多少福分 你命水够不够等等的了 我们会讲这件事 有时我们也会听到一些长辈会讲些什么 说一生人你赚钱多好也好 最主要的东西都是看你 最后赚到多少资产 赚到多少钱 赚到多少身家 这个才重要 你赚多少是没意思的 看你最后赚不赚到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财富 即是水富的负 水富的负 你叫做维持得好 存得满你的钱 那你才形成真正的财富 即是富贵的负 如果你本身水富的负是爆了的 有多少漏多少的 没意思的其实 赚多少都没用 这样正不到 这样 那今集我们会看看 用一些我们经常见到的 一些命理的形式 或者是一些命理的组合 怎样去发挥这局的功效了 第一件事我们会讲的就是截留那一部分 截留那一部分 我们经常会见到 两个组合是特别容易耗财的 即使你没有这两个组合也好 假设你有我刚刚讲过两个行为 其实你都改善了这两个缺点或者行为 你就已经是修补你的财富了 我现在讲的叫做修补财富的内容 水富的那个富 不是富贵的那个富 那个富 硬正的 那些钱赚到 留回去存起的 现在就叫你怎样修补它了 有一个组合呢 叫做天干透了很多财星出来 尤其是偏财 透财星 即是透了出来 天干嘛 即是别人见到的东西 我们经常有一句 有句说话说什么 财不可 露眼 即是不要被人见到 一见到怎样 别人有机会劫你 其实这个意思 其实不一定在说被人劫的 是在说什么 是在说你的消费模式 其实是 偏财透出来的人 其实是比较要面的 这种要面呢 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极端 或者用一种比较贬义的去形容是什么呢 你这个人很讨厚啊 很讨厚啊 他喜欢买贵东西 喜欢买漂亮东西 喜欢买名牌 就是想展示自己 OK啊 挺行啊 做得挺行啊 或者自己是一个有品味的人 自己是一个懂东西的人 他想展示这个东西出来 但你买贵东西 买得名牌 自然你的消费 自然也多了 但问题 并不是每个人呢 他的收入也很多 明白吗 有些人可能在找三几万 但他买件衣服也要买一万几两万元 这些就是不成正比例 你的钱都在哪里 把钱都留走了 去掉了你的奢侈品等等 会这样 这就是财星透出天罡的人 要面的一个特质 总之你要解决这种特性 就在消费方面 享受方面 你要尽量降低你这个意欲 你不一定要将你的财富 或者你赚钱的一种能力 掃出来给人看的嘛 不一定的 你收得越多 你的钱去得越快 就是这个意味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客人做教书的 中学教书来的一个先生 人工不低的 差不多六七万 在香港来说 绝对不低 但他也会跟我说 没有钱买楼 还买不起楼 当你跟他聊天 了解到他的消费模式 你又看着他的命盘的时候 你就明白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他呢 玩摄影 摄影得来 他是特别容易肯消费那种摄影化消费 没钱挣的 其实他的消费模式 不单是在玩摄影器材那里耗费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 例如你看到他穿着的衣服 穿着的鞋 戴着的那只标 都是贵的东西 那你现在就赚不到钱了 这样 又举个例子 他前排租了一间屋 租了一间屋 是租的而已 不是自己的 租了一间屋 那便换个门锁 正常情况 可能只是换了锁蛋 他就算了 即是几百元 或者一千几百 换了锁蛋就算了 他不是 他直接帮业主换了一个智能电子锁 他买了一万多元 正常成 其实六七千已经过得去 六七千的电子锁的质量 已经是不错 他买了一万多元的名牌 这些又是钱不断耗费 不断去 他就想用好东西 用好东西 用好东西 导致他财星透天光 财不可露眼 一露眼就没有了 那便没有了 这个就是消费模式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模式 有时我们会见到的 就是他天光透太多的笔结 透太多的笔结 那这些又会令到他耗费特别多 这些人 透笔结 笔结会怎样 就会夺财 夺财 那就是你利益没有了 那这些人呢 有一个特色 他不一定自己花钱花很多 这些人 不一定的 不一定去了自己的消费那里 但他有一个特色 这些人呢 很大方 很仗义 很慷慨的 就是有时呢 有些人要找他帮忙 他不拖手肘 会这样 例如捐钱呢 他会被人捐得特别多 会这样 仗义 大方这些东西 那他对一些钱费的东西 他没有看得太着近 然后比劫很重的人呢 因为太仗义 所以对他的一些手足 和平背 和平背 看得比较重的 所以有时呢 人家要找他好处很容易 因为你很仗义 你一个好人 因为有些什么 要吵架的事情 麻烦的事情找你 我要借钱 可能找这些人 又或者 那一个人想 投资一个项目 想做生意 想找人夹份 想找人夹份 但他那个人都未必有信心 未必有信心说生意会赚钱的 但他又觉得你没那么计较 你愿意帮人 他就会找你了 即是找你笨也好 或者找你帮手也好 他就会找你这些了 后来生意虧了 那 比劫透天罡的人呢 他又会觉得 没所谓 这样 没了 可能就会没了 他会有这些 含迷模式的 这些人 那这些含迷模式 久而久之呢 就会影响到一个人 他那个理财的效果 或者理财回来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会差这些 还有呢 比劫透天罡 这些人呢 会有少少赌博性 不一定说他 说他会赌钱 不一定 但会说他有时候会很大胆 举个例子 大家都说玩 玩股票的 那可能有些人 保守少少少 稳阵一点的 买一些蓝筹啊 他可能会去买 世价股 或者牛洪正的 就说胆比较大 那这些呢 就很难守的嘛 一打了 就是牛洪正 一打把就没钱了 已经是 就会输的了嘛 但是你买一些 一线的蓝筹股 你跌了 都还可以守的嘛 还可以坐艇 坐货 坐到去升嘛 就会是这样的了 这个呢 就是关于如何 修补你的财富了 只要你能够呢 针对到我刚刚那两种行为模式呢 其实就有个帮助的了 你的命格不一定说偏财透天罡 或者比劫透天罡 不一定的 但是不多不少 会影响到你的嘛 因为走到一些的运 可能本身你不是很 很花钱的人 走到某些大运 你特别花钱的嘛 明不明白 就会是这样的 运会影响你 榴莲会影响你 总之你解决到最基本 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你的财富修补得好 OK的了 差很远的了 我们讲完折留了 接着讲开完了 开完呢 那开完呢 跟你怎么去利用你命格 那一粒十神 或者利用你命格的格局 就有关的 这样 开完 开完就是找多些 那么呢 在我们的百字学识里面 有一个叫做食伤的 食神和相关 食神和相关的作用 就是用来生财的 就是赚钱的 开完要做些什么 食神生财 即是你要有个求财的欲望 要很强 才可以 否则你没有发挥到 食神生财的力量 所以有时候我们见到一些 叻的生意佬 其实很多时候 他都是这些格局 食神生财 赚钱可以赚得比较多 或者赚得比较舒服 就是你要有一个 赚钱的头脑 求财的意念要相当强 食伤在我们的一个能力里面 可以有些什么呢 食伤就是你自己生出来的 可以代表你的演讲 说话技巧 写作 创作 唱歌 或者一些特别的技能 特别的技艺 另外食伤就代表一种反传统 创生 转变 变通 这些能力 所以我们见到有些 叻的生意人 其实他的转变能力 或者变通的能力很高 有关 所以 在开完这一部分 要想一下 如何去发挥你食伤的能力 食伤的能力 刚刚说了 可以代表你的特别技艺 特别技能 不是每个人读书都叻的 你要记住 有些人不适合读书 那你就看下如何去发挥你那一门技艺 那一门技能 运到你钱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客人做装修的 但 他的食伤的能力发挥得特别好 食伤代表他的手艺 他的手工很好 是装修的一些判头 或者装修公司是搶着他 他是找到钱的 就是这个师傅 没问题 我有个客人 爸爸是做钉板的 做钉板的 是钉板师傅中的师傅 即是他的技术很擅长 他的技术 他是可以做到很高工资 成三千多元一天 其实是不错的 以一个做地盘的工人来说 普遍来说可能是千多元到二千多元 他是被人高一割 就是因为他能够将食伤这个技能 发挥得特别好 或者举个例子 大家都是弹钢琴的 为何有些人是普普通通的 有些人为何可以透过弹钢琴 这件事去养家活疑 可以买楼 有楼有车 就是因为他食伤的能力 发挥得好 另外 食伤的代表辩通 刚刚说了 如果你想赚多些钱的话 你的思想不能够太保守 你要随着社会的转变去变换 或者适应这个社会 食伤能力加强了 赚钱也会更容易 会是这样 接着会讲另外一颗星 就叫做观察星 观察星 在我们传统的论命中 观察很重要的这颗星 因为这颗星代表一个人 男人 主要讲男人 以前古代 的身份地位 这个就是他的事业星 即是讲你有没有观造 你是一个如何层次的人 就讲这颗食伤星 但我现在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简单的形容 这颗食 这颗观察星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事业心 你要将这颗观察星 发挥得好 你必须要将你的事业心加强 加强 事业心 不一定和你的球材有太大 但你要做好那样东西 没有事业心的人 上班 下班 出粮洗钱 过得一天 只得一天 浮浮沉测十几十年 就在那个职位 有事业心的人 他就会一步升一级 一步升一级 一步升一级 有一个方向感 知道怎样做 当你在一个崗位 或者在一个行业 你的事业心强 你的心态 一直不停去的话 自治而而 会随着你的年纪 随着你的职级 随着你的职级 你的钱会越稳越多 没有的嘛 所以这件事就是说 怎样做好你的事业 继而事业为你带来财富 另外 观察升 是可以帮你制笔劫的 我们套回刚才那件事 如果你的财露了眼 就会有人劫你 劫你的话 你要用观察去制笔劫 那些笔劫 又会令到你 会剩下多些钱的 笔劫透出来 你又要透过观察去制计它 所以观察也代表一个弱速力 对自己的自律能力 对一些东人事物的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要强 自律能力要强 你一样会剩下多些钱的 因为你自律到自己 不用那么多 有些东西不必要花的就不用 什么时候做什么 什么时候做什么 管理得十分好 整个计划 整个目标很清晰 那这些人呢 钱银方面都不会特别 为要担心 这样 那这两部分 要发挥食伤的能力 和观察涉心的能力 那师傅我想请教一下 在风水上又可以 怎样令到这个开源折留的层次 或者威力有所提升 OK 好 那我们这样去套 那现在就是2021年的1月26日 那你套回到2022年了 2022年的榴莲风水 榴莲风水 榴莲风水 那在榴莲风水方面 假设我们的客人 如果 如果他是做销售的 做 和交際有关的 或者扣把口银食的 或者是怎么说 人要靠人制银食 例如保险 地产等等 那你可以考虑 在家里的北边 因为呢 2022年榴莲飞升100 就飞到北边了 可以摆一个榴莲装置 榴莲装置加强了 会间接吹旺到你的人缘桃花 人缘桃花一旺的话 你可以和别人谈生意 谈单的几率就会高了 可以这样去做 那假设你又不是做销售的 你普普通通 一个打工仔 你是想升职 或者自己已经坐在某一个职位了 你想坐稳一点 在这个位置 那可以考虑 在这个西北边 摆一个财神的铜镶 都可以巩固你的权力 或者是令你容易升职 那升职自然会加工资 是不是 那也可以有帮助 这个就是吹旺财运方面 至于你说 喂 折楼怎么样 折楼方面 就要看你怎么选择屋 有些屋是容易耗财的 那给一个比较典型容易耗财的情况 给大家听 假设 你来到2022年 或者之后 有机会租屋 或者搬屋 设计 不要选择一些屋 前面有蛤尿水 我们讲的蛤尿水 就是有条路在你面前走的 斜斜地向下走的 这些是破财的 就不要选择这些屋了 这样 另外那些厕所 如果有漏水那些 其实都是容易耗财的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OK 那更多关于一些命理 风水的知识 我们往后有机会 继续请教陈俊申师傅 好 今天我们先讲了这么多 那下次我们再会 多谢各位